我们这边来看一下狼队对着猪雀的第一局上半场 地图的话永眠阵 怎么说呢 这把的话穷者这套阵容 其实真的宠爱打起来是拦不住的 这套阵容他没有 虽然说有祭司啊 但是这个祭司 只有一波机会吧 宠爱上来是选择追圆钉 两刀已经起了闪现 还有30秒 那这圆钉已经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了 这个位置架住以后 说实话踹块板子要倒了 他顶盾顶不起来吧 顶起来了顶起来了 等你盾就5秒钟卡住位置 来博弈一波交互点 回溯过来 哎呦这波回溯砸头 那比想象当中要好 本来想象当中应该是闪现美好 这边园钉就要倒的 那现在的话看起来园钉这边一个弹板加速 还能再玩一手 差不多了 闪现的一个CD拖出来60秒左右的击倒 那求生者外面有两个博命 祭司一个博命 傭兵一个博命 理论上面来讲啊 这个机子其实还是不太能打出一个平局的 就现在求人其实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跑宝一了 宝宝宝二什么想真凭 他除非中间真的有一波祭司的联动什么的 断了女鬼的一个挂飞节奏 就比如优兵就第一波 然后第二波出现一个祭司的洞什么的 然后让这边的一个园钉就彻底不见了 消失了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 就看下一波吧 这波其实就是正常救马 傭兵这边的话 没有吃双岛就已经是一个优秀的救人了 剩下就是看后续求生者下一波救人怎么打 打不打 不打宝一会不会好一点啊 我们来看一下 小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祭司的话 这边已经在行动了 慢慢慢慢的靠过来 两个洞打过来 注意小镜头注意小镜头 祭司手里面还有一个洞 也就是说这边是有三连洞的 三连洞救下来 吃一刀救下来 这边是自闭无伤救人 然后扛了一刀 给到了圆丁一个拉扯身位的机会 圆丁这边顶盾 但是这个洞穿不了 洞穿不了的话呢 牵制上线就是B数闪现啊 牵制上线 哎呦 没有那B数闪现的话 这一把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求生者 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去补状态 从外这里的话 挂飞以后直接起一个 起传送是不太需要的 他这边直接就是赶过去 然后找到人形成击倒 就是三针四 当然现在密码机总量来看呢 总量是到达了三台多 接近四台的样子 如果这一波能稍微的扛一扛 我觉得还有跑一个的可能性 找到药匠 药匠手里面现在有护币 宠爱这个闪现应该不太舍得交吧 交不交 因为他最好是这个时候干嘛呢 打一刀佣兵 然后切传去外面打 这样的话呢 四抓面就很大了 如果交闪现给佣兵呢 确实也是一个真胜 大概率是一个多抓 但是他对于外面密码机的压制 就要小很多 压不住密码机呢 求生者就有可能跑一个 求生者就有可能跑一个 现在的话看一下吧 祭司这边还是个满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祭司这边是已经准备过来贴边 卡着位置打洞了 机子其实还是不够 宠爱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这个祭司有没有大心脏 因为他好像没有见过这个祭司的交互 继续针对佣兵的话 佣兵手里面有一个护币 现在所有的压力交给到失效药 因为他手里有一个护币 这手护币在没有闪现的女鬼面前 确实还有一定的拖拉扯的可能 拖了一轮时间 拖了一轮时间的话 这边杂技再来就一波 宠爱这边的话 手里面技能CD是没有的 所以说他不太可能再出去往外打了 他应该是针对这个佣兵打一个三针四了 这个时候机子这边祭司的机子压好了 杂技的机子八十九九十 这台机子得先亮掉 亮掉然后吃刀救人回溯 看三岁三岁小三岁 拼操作的时候了 拼操作的时候火球先锋技能一刀打 打出震慑 密码机亮 亮的稍微晚了一点 现在三个人全部都是残血 不过不影响反正是一刀斩 这里找佣兵一刀击倒 你还真别说这把还真有跑一个的可能性 平局的可能性有没有 腰交这边还在拖 那边在点门了 宠爱这里的话 这个传送切晚了 传送现在切过去30秒CD 他不能平了吧 我这局平了 妈 祭司这边的门 90 100 杂技这边选择 不点门去跳地窖 怕你有传送 这里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 三岁的位置 注意小镜头 看小镜头 看三岁的位置 这边一个回溯 把祭司赶走 哇 这局平了 这局平的点 说实话 我个人感觉 这局平的点 失效药的拥兵功不可没 第一他逼出了闪现 那波很关键 导致什么呢 导致宠爱 没有办法再去控场了 第二呢 就是在残局的时候 他又拖了足够多的时间 厉害了